深毒一分钟 你的健康深毒管 周玉民主任医师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呼吸研究院 哮喘搞的坏事 可不止导致你呼吸困难 下面我就给你列举一下 哮喘的五种罪吧 肺部感染 当哮喘发作时 痰一直滞留在你的气管里 这可是性菌的温床啊 你一个不留神 糟糕 肺部感染了 肺气肿和气胸 由于气管变窄 气根本就走不出去 久而久之 就成了肺气肿 如果气体再增加 肺泡也会被胀爆的 气体就来到了你的胸膜腔里乱窜 这就是气胸 肺动脉高压和肺原性心脏病 长期哮喘会造成肺部屈养 而屈养又会让肺部的毛细血管发生收缩 从而大大增加了血管所能承受的压力 最终导致肺动脉高压 另外 肖团可会连累我们身体里的另一个劳模 心脏 最终导致肺原性心脏病 酸中毒 二氧化碳虽然在肺泡里待着 但也并没有闲着 它还不停地在找女朋友 也就是水 他们组建的新家庭就叫做碳酥 容易导致酸中毒 严重时可就呼吸衰竭了 猝死 气管被锁死 那还能有啥结果呢 是的 猝死 身毒是个宝 常看身体好